它的味道很香醇 很甜美的 这个叫十一号 这个是早上掉的 所以你看地头它有点 没有这样新鲜 但是还ok的 所以一般上我们看榴莲 看它的吃很新鲜 没有摔过 这一粒榴莲呢 我们有看几房肉 一房肉 这个线就是 一房 两房三房四房 一二三四 五房肉 但是它小粒 这个少过一公斤 所以一般上这些榴莲呢 我们就叫做 来我们开来看 所以它开完之前一般上人家都是 敲敲敲 敲给它的榴莲 醒起来 是不是不是 就是敲了 它里面的果呢 会发酵 发酵了它的香味都会散发出来 所以这个才是整正吃榴莲的过程 享受 我们看一下 在没有开榴莲的时候 这个地头我们就要 切掉它 这个地头呢 这个是很好用的 所以这个地头呢 如果你们有驾车的话 你们可以放在车 它会去掉你的榴莲味 熟起来 OK 来我们正式开榴莲 所以开榴莲呢 一般上我们看这个星 这边 我们就把榴莲刀 切下去 切下去 照它的那个线走 这边有一条线一条线 所以如果它还不可以开 我们就切了这条线 还这条线 两条线 所以两条线 这时候 我们趴下去 一趴就开了 所以开的时候 小心 这次会吃到你 所以 大概开的时候 就被 我们一啪就出来了 一趴就出来了 一趴就出来了 一般上手就流人很容易开的 一开它就出来 新鲜的果实就在这里了 它是 鲜黄色 来 我们试试看 这些卵桌 洗手的人就好像我一样 可以这样吃 不过也不错啦 十一号榴莲 这个D11 这个榴莲呢 是在北马这一带比较多 而且是越来越少的 为什么越来越少 很多人 就 因为 这个榴莲呢 产量 还有价钱呢 都 不比 黑赤毛山王 来得好 所以他们就砍掉 做 毛山王 黑赤 所以 第十一号 买少见少 所以可以吃到十一号 是一个福气 所以 有 心 或是有心想要吃 十一号的人 快点来我们 槟城 北马 普洛山贝 很多十一号榴莲 很多十一号榴莲 嗯 这个榴莲呢 很开 你看这个 很新鲜 很白 好 这些特殊是 都是 它的纤维 可以吃 都是 没有味道 好 这里要把我浸汤 还有这些啊 干干的都可以吃 嗯 你看我给我的狗吃 白 回 不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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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它都喜欢吃榴莲的 来 好了啦 吃完你可以走开了 Excuse me 不用了 不用了 嗯 来 喂 不要的 不好吃啊 不好吃这个 显吃的啊 显吃的你不懂 不要吃啊 不要吃你不要看我哦 哇 这个美啊 看到啊 哦 很新鲜 美了 所以一般上 呃 这些榴莲呢 都可以适合出国了 所以那些香港朋友 或是 呃 中国的朋友呢 都可以来尝试 这个叫 十一号 啊 非常漂亮的榴莲 啊 所以 我是 吃榴莲 啊 但是不喜欢洗手 我就可以这样吃 啊 这边呢 你吃了榴莲可以放水下去 好 好 快喝 好啊 我们吃过了榴莲呢 啊 这个就是 吃剩的榴莲皮 啊 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啊 吃过了榴莲呢 我们就可以 拿一杯清水 啊 然后 啊 把水 倒进这边 啊 所以要肯定这边是清洁的哦 啊 清洁的 自己吃的清洁的就可以了 所以把水倒进去 所以那些 呃 有喉咙有点痒 或是要痛的 也可以参念 盐上去 啊 所以 从这边喝 啊 它很多纤维啦 啊 很多纤维啊 倒水下去 诶 好喝 啊 非常 好的感觉 所以那些还没有试过 这样喝榴莲水 里面有纤维 所以你的 那些痰啊 或是喉咙 有点痒 不舒服啊 都可以消暑掉 可以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五房肉 但是五房肉呢 有时候小粒粒的就是不好 在这边 为什么 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一房肉 是没有肉的 所以 买榴莲 要先 打理